中原前272年,秦国的宣戴后芈月将义渠国的国王骗见了自己居住的甘泉宫,然后派人将其处死 而这位义渠王死后呢,早就已经准备妥当的秦国,川氏发兵,直接杀向义渠国 在强大的秦军精锐面前,猝不及防的义渠根本就抵挡不住 所以最后呢,经过一场大战,义渠国直接被秦国给灭国了 整个义渠也被秦国彻底吞并了 对于这场秦灭义渠之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世史家其实一直有一点避而不谈的感觉 因为从后世的角度来说,秦国灭义渠的手段实在是有些不光彩 在秦国吞并义渠国之前,秦国已经采取了怀有的政策和义渠国交好 而义渠这边呢,对秦国也是表示了臣服 所以当时秦国出兵的时候,等于是不宣而战 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来说,实在是有点不能接受 更关键的是,在这场秘国之战之前,秦国之所以能够让义渠国彻底放下警卫 其实是使了一出美人计 当时的秦国宣太后芈月,直接把自己献给了义渠国的国王 而且还和义渠王生了两个孩子,这才让义渠王彻底对秦国放下了戒心 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在,当时宣太后找义渠王进攻的时候 这义渠王也不可能会那么大意,更不可能会给秦国杀自己的机会 唐唐一国之军,怎么可能毫无戒备的进入敌国的王宫呢?这种事在后世确实是再也没出现过 从战略角度来说,那秦国这场灭国战争确实很成功,经此一战之后 秦国西方再无任何隐患,可以专心向东扩张 但是从后世儒家学派的文化角度来说,这唐唐太后主动献身给敌国 而且还是给敌国国军生了两个孩子,事后还干掉了自己的丈夫 这种事情实在是和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相悖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史观对于这场战争,基本上都是避之不谈 虽然史书上有所记载,但是记载却很少 而且后世除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不过知道的人少,却并不意味着这件事的影响就很小 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来看,这场战争或者说义渠国的覆灭 绝对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义渠国的覆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标志着昔日势力强大的西隆 特地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了,西隆被同化,这个事的意义 其实要远比一个义渠国被消灭,要大的太多太多了 那么义渠国的覆灭,为什么会标志着西隆被彻底同化呢 为什么当时堂堂的大秦太后,会委身于敌国的国军呢 义渠国和秦国之间,到底都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呢 想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啊,我们还得从义渠国的历史开始说起 早在夏商时期,当时中原文明这边呢 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更适合农耕文明,所以率先摆脱了不落时代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并且出现了国家和朝代的概念 同时呢,当时在陕西西部,以及再往西的地域,也生活着很多人 但是当时因为当地的生活环境吧,更适合放牧生活 所以这边的人呢,就一直是以游牧部落的形式生活的 而在夏商时期,西边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很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为了让自己能够生活的更好一点 开始不断的进行战争和兼并 如此呢,到了商朝中期的时候,一个叫做周族或者周国的部落 经过不断的迁移之后,最后迁移到了齐山以西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周族开始逐渐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转变 并且逐渐壮大,到了商朝后期的时候 这个部落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便成为了中原西部最强大的国家 之后,到了商朝末年,这个周国传到了周五王的手上 取得了很多诸侯国的支持 此后呢,周国直接联合其他诸侯国,彻底灭了商朝往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王伐咒 五王伐咒之后,而周朝开国之后呢 周朝则是在东方的洛邑,也就是洛阳地区 又建立了一个统治核心 早的近百年当中,周朝以西安地区和洛阳地区这两个地方作为统治核心 不断对外扩张 同时呢,周王氏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不断把自己家的人,分封到了各地建立诸侯国 在周王氏的支持下,这些激性诸侯 以及那些周朝的功臣,到了地方之后呢 也能迅速站稳脚跟,然后迅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国家组织 就这样,经过百年的奋斗之后 到了西周中起,周朝终于是达到了齐盛时期 此后呢,周朝开始再次大力对外扩张,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 而在这次扩张之前,周朝的实际统治区域啊 哪怕再加上那些激性诸侯国的区域 统治范围其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 加恩辉、浙江这几个省,而在这片区域之外 其实还生活着很多其他的民族 当然和周朝相比啊,这些民族的文明层次确实要落后很多 绝大多数的民族呢,当时还是以最基本的部落形态生活 有的甚至连最初级的奴隶制社会都还没有进入 还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状态 这样一来呢,周朝对这些落后民族发动战争 自然就等同于降回打击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啊,这西周开始大力发展 周围的那些落后民族呢,基本上也都被西周打伏了 而在对外扩张的过程当中啊,周朝向西方扩张尤为特殊 对于周朝来说,西边相当于是周王室的龙兴之地 当年周王室建立国家,本来就是从西边崛起的 而周朝后来不断向东扩张,西边其他的这些游牧民族呢 其实也一直生活的都很好 当时在周朝西方生活着大量的游牧民族 而且不止一个,而这些游牧民族呢,则是统一被中原文明称之为西中 从周朝中起大力扩张开始,中原文明和西方游牧文明的梁子 就算是彻底结下了 第一个回合,周朝主动进攻,在周朝强大的国力的碾压下呢 西边的游牧民族纷纷溃败,然后向周王室表示臣服 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周朝的周牧王还曾经远赴昆仑山和西王母相会于瑶齿 这个事记载于《穆天子传》当中,据说是成熟于战国时期 按照书中记载啊,周牧王当时走的是包头、克兰山、齐连山这条线 最后通过天山北路抵达了西王母所在的国家 对于这件事呢,后世史学界一直是存在很大的争议 很多史学家认为啊,所谓的西王母呢,可能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部落的女首领 不管当时真相如何,总之呢,当时西周压制的这些西方的游牧部落,这是一定的 但是接下来,到了西周后期,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到了西周后期呢,随着周王室逐渐衰落 各大周后国也开始纷纷独立,脱离周王室的控制 到了这个时候,西周的衰落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了 而原本被西周打伏的西周部落呢,也开始再次崛起 并且开始逐渐袭击周朝的统治区域 所以,第二个回合,西周复兴,周王室衰落 到了第二回合结束的时候呢,西周下面有一个诸侯国,叫做申国 这个申国直接联系了犬戎当中一个叫做犬戎的大部族 然后和犬戎一起袭击了西周的首都浩京 最终,在申国和犬戎的合力进攻下,浩京被彻底攻破 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也彻底被杀 后来呢,等到各地的诸侯赶到之后,虽然击退了犬戎 但是整个浩京却被彻底摧毁了 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大家只能护送周王室冬迁 把首都迁到了洛阳地区,而从这之后呢 后来的周朝就被称之为东周了 在第二个回合当中,因为犬戎干掉了周幽王 洗劫了浩京,算是扳回了一局 而且呢,因为之前周朝西征,把那些西隆部落都给打服了 很多中原文化也逐渐传到了西方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边的很多游牧民族 也开始有了国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大概在西周末期到春秋时期的这段时间吧 在西边的那些游牧民族当中 国家这种形式也开始出现了 而接下来呢,随着周王室冬迁 整个陕西地区,基本上算是落入到了西隆之手 当然啊,此时还有少数周王室册封的诸侯国 依然在韩国外以西存在 所以到了第三个回合呢 主要和西隆打擂台的就是这些诸侯国了 准确来说,就是秦国 早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啊,周王室为了对抗西隆 所以周王室想扩大自己的羊马产业 所以在那个时候,周王室从自己的御用马夫家族当中挑选了一个优秀的养马工作人员 名叫迎妃子 然后呢,周王室就把迎妃子分到了甘肃天水地区 让这个迎妃子在甘肃那边养马 这个迎妃子就是秦国的祖先 此后的半年里呢,一直到西周覆灭之前 迎妃子的后裔开始不断在西方发展 逐渐成了一个大氏族 后来到西周末年的时候,犬戎袭击浩京 迎戒也是拼命来源 所以后来周王室东迁之后呢 就允许迎戒在西方自行建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呢 最初就是这么来的 在秦国建立的红石吧 这周王室还顺便给了秦国一个承诺 那就是以后秦国可以随意在西边和西隆开战 只要以后和西隆打赢了 都可以归秦国自己作用 正是靠着这张空头支票啊 接下来的近百年时间当中 秦国从甘肃那边猛打猛冲 逐渐扩张到了陕西 并且占领了整个关中 大概到了春秋中期吧 秦国这边有秦木工在位的时候呢 秦国彻底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 成为了西方的第一大国 秦国崛起的历史呢 这是后世很多历史学家 研究这个时代的一条历史主线 但是在同一个时代啊 西中那边呢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相对来说 很少有历史学家 去研究西中那边的历史 这倒不是后世的历史学家 歧视那些西中 而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 西中没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 而且也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 所以有关西中在那段时间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就只能从中原诸侯国的记载 当中去找了 而经过后世史学家的努力呢 我们大致也可以得出 当时西中的历史大概 西中末期 西中内部有几个强大的分支 分别是犬戎 棉株 宅 义渠 大历 乌枝 这些西中分支呢 主要是生活在黄河上游 以及甘肃西北共 这些西中生活的区域吧 再往北就是蒙古高原 当时蒙古高原上呢 也是生活着以匈奴为首的各种游牧民族 但是人数其实并不算多啊 当时在西域那边则是生活着月之大夏乌孙等一大堆的游牧民族 如果当时周末王真的见过这么一位西王母的话 那么那位西王母所在的国家呢可能就在西域那边 因为地理原因当时在西域那边呢生活的人口数量其实远不如中原那边多 而且呢因为民族数量很多 大家要长时间处于游牧文明的状态 在那段历史上不管是西域还是陕甘地区 其实都没有太强大的政权 最多也就是强大一些的游牧部落而已 而且呢因为河西走廊的存在 导致西域那边的游牧民族想过来其实也很困难 西域的游牧民族想往中原这边发展 基本人就只能走河西走廊 如果不走河西走廊 那就只能绕到青藏高原或者是蒙古高原 路就更加难走了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 河西走廊其实是西域连通中原的唯一通道 除了道路难走之外呢 就算西域那边的游牧民族 侥幸通过了河西走廊抵达了陕甘地区 但是接下来他们一样要面对 犬戎、异渠等民族的阻挡 如此一来呢在先秦时期 西域那边基本上是无法向中原方向扩张的 那条河西走廊也基本上处于被锁死的状态 相对而言啊在那个时期 陕甘地区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战场 在这个战场当中只有两股力量是比较强大的 一股是以犬戎、异渠等大部族为首的西龙势力 另一股呢就是秦国 秦国的崛起基本上就是和这些西龙部族战斗的类似 等到秦木工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之后呢 这个时候的秦国和那些西龙部落比起来 已经有些过于强大了 当时的西龙并没有统一 内部分为了好几个势力 所以到了秦木工在位后期 经过秦国的不断打压之后呢 这些西龙部落也不得不向秦国臣服 并且被彻底赶出了秦国的腹地 也正是靠着这份功劳啊 秦木工后来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 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而在秦国崛起的同时呢 西龙这边内部其实也开始逐渐统一了 最后是史学家分析 西龙的统一呢 极有可能和后来匈奴的统一是一个道理 简单来说吧 之前西龙主要是以游牧文明为主 极少数可能会尽死于农耕文明 在这种状态下西龙其实很难通过内部生产 满足自身的所有需求 一旦遇到天灾呢 就只能向东西着抢劫那些农耕文明 但是秦国强大起来之后呢 却让西龙的抢劫难度骤然上升 而在秦木工时代之前啊 为了抵御西龙的侵袭 秦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建成 有了城池的帮助 西龙再想以小部落的形式抢劫 难度就更大了 所以这种压力呢 也开始倒逼西龙内部混战 接着开始统一 所以就在秦木工时代左右啊 西龙几个强大分支当中的义渠 逐渐脱颖而出 继而统一了整个北地朱镕 然后呢 又开始向东向南发展 而在这个时候的义渠 却发现了有一个超强的国家 挡在自己面前 这个国家就是秦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 秦国和义渠之间的恩怨就逐渐开始了 义渠的历史呢 同样也很长 据说同样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 在商朝末年的时候呢 义渠就已经是西北的一个大型游牧部落了 到了西周之后 义渠则是逐渐迁移 逐渐占领了隆东地区 等到周朝西征打服了很多不听话的西中部落之后呢 义渠则主动向周王室表示臣服 后来周王室也对义渠之类 表示臣服的对象进行了安抚 不但把西边的一些地盘画给了义渠 而且还传给了义渠不少生产技术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义渠开始逐渐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了 等到西周灭亡之后 随着周王室在西方的影响力彻底消失 义渠也趁势宣布独立 此后近百年当中 秦国从甘肃天水地区向关中地区扩张 而义渠呢 则是一直在西方扩张 兼并那些游牧部落 如此到了秦目宫时代啊 秦国固然很强 可是这个时候的义渠呢 实力也不容小觑 据后世史学家估计啊 当时的义渠 视力影响范围大概能接近10万平方公里 要知道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整个关中地区加起来 也就不到6万平方公里 虽然关中地区地盘质量呢 要比义渠那边质量更高 但是这样的义渠 实力到底有多强 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从秦目宫时代开始 义渠和秦国就开始了各种战争 在这个卧程当中呢 有一个人实问官家 此人名叫姬游鱼 从辈分上来说呢 应该是周五王的十六世孙 最开始他是晋国的大臣 后来因为晋国内乱 就逃离了晋国 然后去了义渠那边 然后呢义渠国王看中了他 觉得他来自于中原 深知中原文化 所以就任命他为使者 前往秦国是难虚实 而这个姬游鱼到了秦国之后呢 因为姬游鱼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原人 所以非但没有帮义渠打探消息 反倒是把义渠那边的情况 都告诉了秦目宫 而接下来呢 秦目宫在这位姬游鱼的帮助之下 终于是打败了义渠 拓地千里 给秦国增加了一大块底盘 当然这次胜利只能算是重创了义渠 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害到义渠 反倒是让两国之间的仇恨更深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义渠其实也在不断吸收中原文化 学会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 后来呢 义渠更是学会了建造城池 自身也建造了很多大城 到了这个时候 义渠其实已经算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文明了 而且呢 在不知不觉之间 义渠其实已经被中原文明逐渐渗透同化了 从文字到生产技术 义渠基本上都是赵超中原文明 这就为后来义渠被彻底同化 埋下了一个伏笔 因为义渠和秦国都很强大 所以到了春秋中后期呢 双方几乎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同时呢 双方的战争从来就没停过 当时相关史料的缺失呢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这期间秦国到底和义渠之间都有过哪些战争 如此呢 接下来经过了200年的战斗之后 因为在春秋中后期 秦国一直在不断衰落 所以在义渠国那边呢 反倒是开始不断扩张 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 大概在晋国那边闹三家分禁的时候 这义渠国终于是达到了巅峰时期 当时的义渠大家想到什么地步呢 最后是史学家分析啊 当时的义渠能够控制的领土范围 大概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东达陕北北到河套 西到农西南大渭水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 现在整个河南省也就只有17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呢 当时义渠国控制的领土 基本上等同于整个河南省 再加上四分之一个山东省 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这已经是一个很夸张很夸张的数字了 即便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秦晋齐三国 但论领土面积也比不上义渠国 唯一一个比义渠国更大的 大概是只有南方的楚国了 但是同时呢 义渠国的强大就意味着秦国的衰落 自秦木工去世之后啊 秦国一直在不断的衰落 而到了春秋战国交替的这段时间呢 秦国高层又常年处于混乱的状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代乱信 因为高层常年混乱 再加上晋国分裂之后呢 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 经过改革之后更加能打 直接夺走了原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 如此一来呢 中国那边自然也就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同时也派遣了大量的军队进攻秦国 在义渠国的进攻之下 这时候的秦国是节节败退 整个魏河下游的地盘基本上都丢了 后世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啊 大多数人都是从秦国或者魏国的视角出发 大家都觉得呢 三家分进之后 魏国当时虽然还没有正式得到周天子的册封 但已经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诸侯国了 这个时候的魏国又开始大规模进行变法 然后迅速变得强大起来 与此同时呢 秦国这边见到晋国分裂之后 觉得自己又有机会东出了 所以就又跟魏国杠上了 但是接下来呢 秦国却发现 魏国比想象的要生猛的多 集场大战打完之后 秦国非但没有讨到任何好处 反倒是丢掉了整个河西地区 但是在这场大戏当中呢 义区的戏份往往会被人忽略 实际上啊 这当时魏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击败秦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秦国不光要对付魏国 同时还得防卫身后的义区 另外呢 很多人曾经在网上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说这魏国拿下了河西地区之后 为什么不继续进攻秦国 进而趁势占领整个关中 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 然后再和其他国家交战 最后统一天下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就在义区国那边 因为当时的义区国实在是太强了 从魏国的角度来说 他希望秦国被削弱 但是其实并不希望秦国彻底倒下 因为秦国倒下之后 魏国就需要直接面对强大的义区 这会比魏国单独面对秦国更加麻烦 因为在灭秦的过程当中 义区那边一样也会同时占领大量的地盘 获得更多的好处 所以呢 对于当时的魏国来说 一个半死不活的秦国 最符合魏国的利益 既能替魏国挡住义区 同时也不会威胁到魏国的安全 而从当时的局面来看 谁也想不到 后来仅仅几十年之后 秦国就能再度复兴 然后开始横扫天下 秦国出现三代乱政的这段局面的时间 应该是义区国最强大的一段时间 但是同时呢 因为过于强大 所以义区的巅峰时期 仅仅维持了几十年而已 然后呢 义区国内部就因为权力斗争问题 开始内乱了 因为相关史料缺乏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义区国内乱的细节 不过显然 这场内乱呢 直接导致义区国的国力暴跌 与此同时秦国那边 公元前385年 秦县公登基了 秦县公登基之后 不但迅速结束了三代乱政的局面 而且还开始迅速集权 收拢秦国的军队 经过秦县公的整顿之后呢 秦国算是暂时止住了衰落的趋势 而接下来呢 秦县公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秦校公继位之后 则是任用商鞅进行了变法 而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从体制上患然一新 并且在制度上迅速和义区国 拉开了差距 这种制度上的差距啊 绝对不是单纯的地盘或者军队 就能够弥补的 在秦国进行变法的这段时间里呢 义区国那边依然还在那段 这就给了秦国崛起的机会 此后完成变法的秦国 首先开始找魏国的麻烦 一场大战之后秦国直接重创了魏国主力 并且夺回了整个河西地区 等到魏国被打垮之后 这个时候的秦国终于有能力 掉过头去收拾义区了 此后在秦校公在位后期呢 以及秦桧文王在位最初的十年当中 秦国开始持续进攻义区 当时的义区正在内乱 在已经复兴的秦国面前 自然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到了秦桧文王在位中期的时候 义区第一次对秦国正式称臣了 而按照秦国的相关管理制度呢 义区的领地也被秦国改为了限制 但是请注意啊 义区的这次投降 其实更像是所谓的权宜之计 这种情况呢 有点类似于后世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权的关系 中原王朝强大起来之后 打垮了草原政权 迫使草原政权臣服 但是实际上呢 草原政权这边依然在自治 中原王朝也无法在草原上 形成有效的统治 当时秦国和义区的关系呢 大概就是这样 秦国虽然是迫使义区称臣 但是义区依然还在保持独立 所以接下来呢 没过几年 义区就再次反叛了 之前义区投降之后呢 秦国这边也放松了警惕 转过头 就把主力调到了东方 去和关东六国玩合纵连横的游戏了 如此一来呢 义区自然就有时间恢复实力了 所以十年之后 因为秦国崛起太快 引来了关东五国的同时针对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五国发起 因为当时秦国被其他国家联手针对 义区也趁其反叛 再次宣布独立 然后大力进攻秦国 这场战争绝对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 最危险的一次大战 后世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呢 总是会说关东五国带给了秦国多大多大的压力 但是却往往忽略了义区的威胁 实际上相比关东五国的威胁 这义区国的威胁呢 其实反倒更大一些 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了秦国的后院 不过好在 因为当时在位的秦桧文王呢 确实很有才能 此后的几年当中 秦国一方面尽力安抚义区 一方面击退了关东五国的联军 等到五国被击退之后呢 秦国直接从全国集结重兵 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义区 经过秦国这一轮打击之后呢 义区不但丢掉了25座城池 领土面积松水大半 而且也不得不再次向秦国臣服 这场仗打完之后 没过几年秦桧文王就去世了 然后呢这秦昭相王少年登基 因为秦昭相王登基的时候比较年幼 所以就只能由他的母亲 也就是那位宣代后芈月帮忙辅佐他 正是到了这位宣代后掌权之后啊 秦国对义区终于是发动了致命一击 而这一击也可以称之为是美人计 实际上当时的秦国高层 其实也很头疼如何处置义区 对于一个地处秦国后方 而且实力还很强大的国家 秦国在历史上曾经太多次击败过义区 但是却始终无法吞并义区 对于这个问题呢 如果放到后世很多网络小说当中啊 可能会给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那直接把义区国的人全部杀干净那不就得了吗 这个办法在小说里或许可行 而且可能很爽 但是拿到正史上真的就不是什么好办法了 因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以义区国的国力来说啊 消灭义区国的政府 那已经是需要秦国全力以赴了 而如果想要把整个义区国的国民全部都消灭 势必会导致所有义区人的反抗 最后秦国就算是能勉强消灭义区 代价也会大十倍 而且呢一定会导致秦国的国力暴敌 所以啊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想招把义区同化 利用文化和商业之类的手段 让义区人改变思想 认同他们作为秦国人的身份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宣代号米月当时主动发出了邀请 邀请那位义区王来到他所居住的甘泉宫和他一起生活 而且后来呢两人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对于义区王当时为何要答应宣代后的这个提议 这个事在后世他是有争议的 有人说两个人早年就已经认识了 早在宣代后入宫之前 两人就已经有过私情 也有人说呢义区王当时看上了秦国的权利 想要通过各种方式反过去渗透秦国 最终自己做秦国的王 不管原因如何吧 总之呢后来义区王确实去了甘泉宫 而且一住就是很多年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则是不断渗透义区 不断向义区国内部委派官员推行秦国的制度和思想 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同化之后 义区人终于开始认同自己秦国人的身份了 而且呢他们也觉得秦国的制度确实很不错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那位宣太后终于出手 干掉了那位末代义区王 然后呢早有准备的秦国迅速出兵占领了义区全境 因为义区人之前已经被同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场战争当中除了少数义区高层坚决抵抗之外 大部分的义区人其实并不想抵抗 这就使得秦国消灭义区的阻力呢小了很多 而这一战之后随着义区高层被全部消灭 剩下的义区人呢又认同自己作为秦国人的身份 被自此之后义区就算是彻底被消灭了 然后就被秦国彻底同化了 而秦国身后的威胁呢也算是彻底消失了 这就是历史上那位宣太后最大的一个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啊 如果没有宣太后的手段 秦国想要吞并义区至少要花费十倍以上的代价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从历史大背景来看呢 这不光意味着秦国的胜利 同时也标志着困扰中原文明数百年的西戎 就此被彻底消灭了